自古以来,世上有一个所在,堪称人间最显恶之处,这个所在就是皇宫,歌舞升平,繁花似锦的外表下,千百年来,围绕皇权之争,引发一场又一场触目惊心的阴谋诡计,研绎着一出又一出残忍而疯狂的仇杀与背叛,三国时的司马懿家族,为了克服重重阻力,夺取曹魏天下,篡位自立,自然也是费尽心机, 无所不用其极,各种极端手段都被施展出来,司马懿死后七十年,司马家族创立的晋朝传承到晋明帝司马少手中,司马少继位时刚刚二十三岁,以聪明机敏,干练果断著称,是司马家族后代皇帝中,最具有司马懿疑风的人物,当时晋朝刚刚经历西晋灭亡,东晋草创的巨大风波,年轻的司马少接盘后,身时夺势, 铲除权臣,平定祸乱,安抚百姓,使得东京局势由得而安,是说新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,晋明帝喜欢和大臣谈古论金,有一次他与大臣王岛聊天,晋明帝年纪尚轻,对司马懿等祖上的开国往事非常好奇,王岛是老臣,熟知往事,于是他给晋明帝讲述了司马懿等人, 当年为了夺权,如何排除异己,弑君自立等事件,晋明帝司马少听后,既吃惊又羞愧,负面住床,用手捂住脸扶在床上说,若如公言,做安得偿,要是真如你所说如此大逆不道,那晋朝的国运怎么能够长久? 王岛所讲述的司马氏家族的弑君事件,是司马家族夺取曹魏皇权之路上的里程碑事件,弑君事件的主角,就是魏国皇帝曹毛,曹毛是曹丕的孙子,魏国的第四位皇帝,十四岁继位,他品性贤良,博学多才,李贤下世,年纪轻轻就在世人和百姓中颇有口碑。 不幸的是,曹毛继位时,魏国朝政大选,几乎完全被司马昭掌控,曹毛的前任皇帝曹芳在位时,依仗曹家宗亲大将军曹爽,尚能制约司马家族,执掌实权的大将军曹爽,致大才书,根本不是司马懿的对手。 结果被司马懿抓住时机,发动高平陵之变,曹爽被杀,曹芳不久后被挥处,魏国大权彻底落于司马家族之手。 曹毛继位后,很想力经图治当个有为之君,但处处受到司马昭的压制,完全形同傀儡,偏偏曹毛年轻气盛,咽不下这口气, 其实此时大局已不可逆转,朝堂之上尽是司马昭的耳目亲信,曹毛连为国军队的一个武将,一兵一组都指挥不动,完全不具备与司马昭抗衡的实力。 甘露五年五月初六,曹毛召集几个大臣到宫中商议,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成语,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,与齐作等被杀,不如与司马昭决议死战。 曹毛拔剑说道,行之决矣,虽死何惧,几个大臣竟然被吓跑,有人还跑去找司马昭告密。 可怜的曹毛无兵无将,仅仅带领几十个皇宫侍卫与内侍,凭着一枪血气之勇冲出皇宫。 司马昭得道密报后,派遣心腹甲冲带兵前来迎战,甲冲带来的将士不知内情,看见当朝皇帝在此,谁都束手束脚,不敢造次, 要知道杀了皇帝可是灭九族的大罪,为军将士甚至有人开始溜走。 甲冲立生对武将成吉说,司马公恩养你们,就为了今日之事,这个成吉是个冷头青,拿着长哥冲上前去,一下刺中曹毛前凶,曹毛当场被杀。 这就是史上著名的司马昭市军事件,狡诈的司马昭事后为了洗白自己,把冷头青成吉当成替罪养,声称都是成吉的个人行为,命人把成吉豁灭九族。